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后天到周秋假期都会转为有短暂雨的天气 特别是在宜兰地区要注意还可能会有大雨发生 所以学校放寒假后的这几天 同学们要在雨天度过了 如果有安排出游的家长也最好选在室内活动会比较适合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这个礼拜都是稳定的天气 不过要注意的就是空气品质状况 原因是受到扩散条件不加的关系 空气污染有可能会达到红色警示甚至是橘色警示 因此要提醒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外出最好戴个口罩来隔绝户外的脏空气了 那么关系完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之后 接着来看到明天全台的天气及温度上的预测 从途中你可以看到明天受到微弱东北风影响 在北部以及东半部仍然有降雨的机会 不过雨量并不多 那么高温你可以看到也只有22到20度左右 气温都是偏凉的 但是北部地区要注意 入夜后平地地温会降到只有13度 至于在中南部白天高温是可以来到24到26度 天气感受还蛮温暖的 不过太阳下山之后就要注意了 平地地温会降到只有14到17度 夜间温差最多会有10度 因此要提醒各地的观众朋友 早晚气温都是偏冷的 不管是早起出门或是晚回家 都要注意保暖才不会冷到 接着带你来看微宁整理的山海气象 接着来到台东南云高温22度 低温18度有短暂震雨 接着来到台东南汇地区高温22度 低温会降到只有15度多云的天气 台东市一带高温22度 低温14度 台东跟北南要注意短暂雨 台东纵埔地区高温21度 低温会降到只有11度 台东沿海地区高温22度 低温会降到16度 花莲南区高温20度 低温会降到13度 灼溪一整天都是偏冷的 花莲万荣凤林光复丰冰 都有短暂震雨的机会 高温20度低温12度 花莲市一带高温20度 低温会降到14度 秀林新城高温21度 低温13度 秀林要注意短暂震雨 宜兰大同南澳有降雨的机会 高温17度 低温会降到只有10度 接着来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 明天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高温22度 低温16度 屏东太武来以春日多云的天气 高温23度 低温15度 屏东的雾台三地门马甲 高温23度 低温15度 高雄投原纳马夏茂林 高温22度 低温会降到13度 嘉义阿里山高温15度 低温10度 有降雨的机会 南投仁爱雨时水里 新义高温22度 低温会降到只有10度 台中和平 高温18度 低温只有10度 苗栗南庄 石坦坦 高温20度 低温会降到只有11度 新竹关西 尖15峰 高温21度 低温会降到只有8度 尖15峰 有短暂雨的机会 同院复兴新北乌来 高温19度 低温会降到只有10度 北部东半部 这个礼拜 只有明天天气 会稍微稳定一些 从礼拜三之后 就会转为失凉的天气了 那么在中南部 虽然明天天气是稳定的 但是空气品质不太好 而且日夜间温差又大 所以出门除了要戴口罩之外 找出晚归 也务必多待见 保暖衣物才不会着凉 最后 祝大家都有个美好的一周